最近天氣穩定數時 也讓為在台川回船營航 這張花勝開 因為這張花的花期很低 那要賢花的鄉親 是要賜幾花 台川的回船營航剛才生立的時候 陣在後有過六十個紫桐花 不過因為不好管理 最後只剩一張 剛好很一陣子天氣更乾涼 所以這張紫桐花就開花 你們看過這麼漂亮 沒看過這麼漂亮 現在開的比較漂亮 現在今年特別漂亮 因為它種的年紀大了 花包多了 所以就比較多 不漂亮 再過幾天會更爽開 在台灣沒什麼機會 可以看見紫桐花 回船營航這張紫桐花 屬於台灣的瓶頸 跟日本的瓶頸有一點也不一樣 所以花比較小 不過一樣的未來 就讓巡迴民眾好心情 這是紫桐花 其實紫桐在我們平地上 要看到開花的盛況會比較少 一般我們台灣會跑到瑞里 或者是跑到胡蘇山去 花水南因為在八年前 民眾拿來這邊純種兩顆紫桐花 那我們覺得兩顆不夠 我們就多種幾顆 那今年剛好遇到整個氣候 都那個溫度都有夠低 那所以今年的這個紫桐花 開的就相當的不錯 花出銀行的紫桐 是從材料就開始在情 現在不然變大漲 美麗只是火類也先開 想要收火的民眾 要好好把火的火機 多種花新聞 綜合報道 多種花新聞 綜合報道 左右